那个不是考你的 我现在考你一下 刚才学了一个成语 别什么匠心 别聚 太棒了 记住了 别聚匠心 那个一天学一个行吗 一天行 别聚匠心 一天学一个 你不感觉有压力是吧 不压力 学多了呢 学多了就糊涂了 就糊涂了 我得得个本啊 对了 我正本我那得 瞄完了以后 恨自己记不住是吗 都八十多岁了 什么那啥也记不住 没事没事妈 你现在 妈 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知道了吗 你最起码能记住 别聚匠心 别聚匠心 一天学一个行吗 行 看看 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 你有什么进步 别拿句 具体的句 对了 写啊 具体的句怎么写了的 距离的句 不是那个距离 别句这样写吗 对啊 别的句 哪个句 工具的句 会写 工具的句 工具的句 一束横折 里头三个横 完了再一横 底下俩点 两个点 别句 降心 降就是工匠的降 降心 心 心就是心脏的心 来我看看 拿过来 我看看你写的对不对 心脏的心 拿过来 我看看 要是对了 我就给你打一百分 我看 别聚这样写 就我老妈写的 别聚 别聚这样写 降字写错了 妈 降字应该是工匠的 工匠的酱 工匠的酱应该怎么写呢 里面搁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外边呢 是一个口字去掉右边那一树 我不会写 一个框 一个框 然后里头搁一个斤 一斤两斤的斤 你先写个口字 完了把口字右边那个树去掉 不知道应该怎么写 别聚这样写 写出来了吗 加油啊 别聚这样写